哈喽大家好 天眼之子王大和 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开箱了一款当代年轻人的出行新选择 电动轮椅 很多朋友对视频里一闪而过的越野型电动轮椅 非常感兴趣 其实我也不明白 到底什么人既需要坐轮椅又需要越野 这两个需求的冲突的呀 但是既然你们说要看 那我要是不拍 那不成我X了 我靠这个轮椅要1万多呀 要不你就当个 什么话这是 不就是1万多吗 我买就是了 行了 得小事 老板一听说我要买电动轮椅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从他肚子里扣 轮椅到了 这次这个越野轮椅的箱子 可比之前我们那个基础款要大了不少 其他话就不多说了 咱直接开箱瞅瞅 把它拿出来看看 这是个轮椅的靠背啊 而且人这个轮椅真不愧是越野轮椅啊 我带安全带的 游乐场过山车同款 看看其他东西呢 头部的靠枕 这应该是使用说明和一些细小的零部件 不知道这是个啥啊 接下来就是底盘部分了 我一个人不一定能拿得出来啊 一 二 三 按照正常来讲 如果咱们要看一辆车的好坏 咱们是应该看一下它底盘用料的 但是呢 这个电动轮椅的底盘呢 看不懂 但是很高级 把它组装一下看看 哇 这个遥控器是分体的 这个电动轮椅甚至可以人坐在上面 然后由其他人来控制它 厉害厉害 人底下这个置物盒是用魔术贴来连接的 哎呦 还挺结实 哦 哦 哦呦 哈哈哈哈 你看这头枕 哎呦 哈哈 哇 高级 哈 装好了 这个轮椅它的定位应该是年轻人都市代步 但是它又有一个越野功能 整个开箱过程啊 除了重安装的时候呢 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阻碍 甚至说我感觉要比之前我们那个基础款的电动轮椅 安装起来还要简单一些 它的前轮用的是麦克纳姆轮 就是像仰望U8开发布会的时候 那个原地掉头的那个轮 跟之前基础款的电动轮椅相比 操作界面要复杂了一些 同时它删掉了基础款电动轮椅的那个提示音 另外刚刚在安装的过程中啊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电动轮椅的底盘 它这个底盘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减震 但是你没有减震 你这个越野性能 那舒适度能行吗 哎 说到舒适度了 它的这个座椅啊 虽然说跟汽车上面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实际上靠起来呢 还是略微有一些音 这个呢 也算是对腰背不好的朋友的一种格外的关怀 另外 我刚刚还发现了啊 它这个座椅 你甚至可以给它调节到这种 这不单价吗 而且你变成单价模式以后 你甚至还可以 哎 哎 哎 不是 哎 哦 它这个扶手原来是这么用的 一锤四顶啊 OK 那么这个越野性电动轮椅的一些基础的功能和 跟之前的基础款的区别啊 我们看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外面实测一下它的越野性能 家人们 谁能想到呢 我们刚下楼准备测试 没想到下雪了 借着今天下雪 我们来测试一下 谈雪天越野性能如何 这个雪有点大呀 而且这个手在外面这个操控它冷 你知道吗 我就明白它这个遥控器是干嘛使的了 就是给你这个季节用的 我们可以把手揣到口袋里 然后 一样走 来我们试一下这个雪天它的最高速行驶啊 速度调的最高 准备 走 走 我在轮椅上体会到了推并感 哈哈哈 它是真的有推并感的 你知道吗 还是老样子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过路牙石的这个性能 那么刚刚那个路牙石啊 我们靠着这个速度非常顺利的就冲上去了 如果面对有雪的路牙石呢 众所周知这个路牙石有了雪 那就跟滑冰场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们试一下 这个越野性能可以的 很顺利的就上来了 哎呦 因为有安全带的缘故 所以上下这个路牙石 哎你都完全不用怕自己整个人翻过去 或者出什么意外 非常稳妥 哇这个雪也太大了 没有想到我们就下了这么一会雪 地面就已经开始有积雪了 借着有雪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防滑性能 来准备321走 好刹车 在雪境上刹车距离长达1米 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 雪地开轮椅还是注意一下安全 刹车距离确实有点长 我们继续下一个测试 因为越野轮椅前轮装的是麦克纳姆轮 所以说它原地掉头的性能非常完美 甚至要比我们之前测试的基础款的电动轮椅 效果还要好 原地左右转毫无压力 我会窄路掉头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了我们进入下一个测试环节 那么很明显越野轮椅它的主要受众 更适合的应该是像我这样的懒人 像我这样的懒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用的这些轮椅 上下班通行过程中 地铁站到你目的地的最后一公里 接下来的测试是从我们公司园区到地铁站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实际最后一公里的体验如何 可是学不许学 这边就有意义的 哎 哎 哎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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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